我们说音乐无国界 张华县丽儿童弦乐团 受邀请往日本冲绳 要来进行交流的表演 而这群来自彰化各地的小朋友 将化身为音乐大使 用他们精彩的乐音 搭起两国的桥梁 做好顾名外交 张华县丽儿童弦乐团 即将由副县长成善报 带领20位团员赴日本冲绳 进行弦乐艺术交流 20日特别在南国国小演艺厅演出 希望借由这交流活动 提升团员音乐涵养 拓展乐团的事业 100年成立的张华县丽儿童弦乐团 除了在国内有很多场表演以外 这一次我们特别带他们走向国际 希望透过国外的表演 能够让大家对张华县的各项文校社 更加的了解 这次现立儿童弦乐团 前往冲绳演出 交流两地艺术文化 让重神民众感受来自台湾张华 儿童乐团的非凡水准 学生们也能借此认识日本文化 深耕在地 放野国际视野 记者中心一张华县采访报道